刚刚下车,刚刚下了出租车 刚才打一辆黑车,到这来也就20块钱 哎呦,时间挺长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的物价还是偏低 挺好 下车来哪呢,到了这个卢州火车站 也就是坐高铁的地方 它这个高铁站呀 是前天才正式开通运营的 所以这回来赶上一个好的机会 可以坐一坐了 但是外围依然在装修 依然在做各种样的最后的收尾 这是火车站外围的景象 今天呢,准备去从卢州出发 去找个地儿吧 有几个选项 一个呢,是绵羊 一个是乐山 一个是鹅梅 一个是自贡 看看它的火车站有哪个 有哪合适就去哪 我说这么打算 这边可以吧 这还得绕一下,绕过去 看看这三个大雕车 上面完全还没有封顶了 哦,封顶了 只是边上还有一些需要继续做装修做装饰 这个地方还挺偏的 离着我的那个市中心 我住在宴唐湾 宴唐湾 离那个江阳区 就是老城区 大概打车的话 六块钱人民币就到了 还是比较近的 这路怎么走,过不去了 我怎么绕啊 这都是土路了 哎呦,我操啊 这儿能过吗 这不让过啊 哎呦,走土路吧 这路都翻 这土都翻过了 这拿起重机翻出来的 啊,从这儿走 从这儿走 这路 这路程一路啊 还没开始呢 就比较艰苦了 所以它这个从卢州出发 到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方 一个是 峨眉 乐山 自贡 绵阳 这几个地方 开这个做这个动车都 都比较快 大概 最长的一个是三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不管我去新州哪一个地儿 我最终都得返回来 有的是当天就得回来 有的是 可能在外边再住一天 呃,我有一个大点的设想 我希望这三个刚才说的几个地方 在这几天都能去 都能去一遍 这是不是太贪婪了 看情况吧 看情况吧 现在我得找那个入口 让爸把入口找到再说 这还在进来了 别往一走买票去 这是一些 一片狼藉啊 绝对是 还没有完全装 装修完毕 我算也算是尝了一个馅 提前 提前体验了一把 这也算是一个幸运吧 因为必定 这是前天正式充车的 那么 嗯 头一次进入 头一次坐这种这种车 就是 就是这种 车站 还没有完全装修完 还在施工当中 可以说也就是三分四分之三 十分之二 三分之一 还需要继续 去做的这些 工程项目 就还没有做完的这些 在这种情况下 去乘着车 这种车站 这个挺特殊的 这是一个 也比较吸引的一种体验吧 这种机会 可不如老有 拐过去 走他还挺远 我的天 行 我以为我本来打着 从那个酒店出来 反正打上车 我看着时间挺紧的 路上挺堵的 这中心 我打着就是 能满就满的 到拉倒的这种 这种态度 没想到这时间 我看看还合 合适合理 挺方便的 而且挺快的 基本上要买票的话 应该不太耽误 电梯没开 只能走楼梯 走上去 行 上去就差不多了 那我先 我先 再上电梯吧 先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 这个车站的 后身 还是在施工 或者在弄什么 这里边很大 但是 好多台子也没有 完全倒背 都不知道怎么走 跟着人群走 跟着人群走吧 这个路走的 有的时间挺长的 应该做一些土地的设备 避免着人 尝试着人的行走 这设计的有点 不太人性 这又一个长长的楼梯 接着爬 他写着是进站口 又买票呢 人家买票啊 可能我刚才那个门进来的是后门 这个位置的门应该是 应该是正门吧 有新站口了吗 这人家多一点 车也多一点 五车厢十二地 十二地 十二地 二等 这个二等个座 说实话啊 这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这个国内动车 这种高铁 我是第一次坐 平常不坐也没机会走 这里面麻烦你走 看 坐好了 好像一个我最爱的一位置 似乎一个泡过道 这是我的车票 这个电子车票 就张纸 好了 今天 当天是六点半的发车 从自贡 返回卢州 没了 这个自贡站已经到达 这车停靠时间是五分钟 这是一个小站 自贡离的卢州太近了 刚才准备在车上想觅动一下呢 刚刚有点感觉 一睁眼就是到了 所以赶紧下车 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停靠 完了就开车了 这车已经动 动起来了 这边是晴天啊 卢州那边是阴天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好 准备出站 他这个车核协号是到广州的 这个车核协号是到广州的 这车站的环境无里无外的 简直是 外边也是噪音一大片 里边那个刚才 售票处里边的这些人说话简直是打架似的 售票处应该改为打架屎 还有一个全是嚷嚷 各种嚷嚷 而且都是地方方 地方的方言也听不懂 我刚才为什么又来一趟这个收票处呢 我看那个时间啊 从自贡回那个卢州的 我定测是六点多发车 后来一看时间不行 有点太赶 转成 给大家跟赶成最后一半 九点九分发车的了 这样呢 时间还稍微的 稠弄一点 好了 现在出站 正式出站 完了之后 继续找 找车去进屋市区 走错路了 应该是从前面下去 这个火车站在大堂大厅 弄的挺宽阔的 挺长样的 就是人不太多 出站出站 出站出站 出站口是向右转是吗 左边那是公交和长途 慢慢向右转这边 好了 走着 慢慢的走吧 找车去了 刚才问了一下 刚才问了一下 还是得又走回来的 还是从长途公交那边 指示牌跟人工的指示不一样 这么大地面 这地天天得怎么擦 这怎么扫啊 这边 要不扫的话 这地真的是 显得特别脏啊 但一扫的话 得需要多大的人民物流 这时候他说往右拐 往右拐吧 那个新站 倒是建设的 还 还 确实是 还不错 也是用心了 也花了不少钱 看这样一扇 哦 这个 哦 这个 嗯 还蛮有 自共站 哎呦 今天的太阳照射还够足的 这阳光 好了 走吧 找路找车去了 买了一张票进来看一看 这个是自共的一个特色之一 就是井岩 过去自共就是以井岩著称 就是它是打井挖岩 它地底下有岩 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 特别 嗯 这是真的 真记 极有历史感的一个 一个 一个岩井嘛 就说这是有1000多米 看看这个 今天太阳很照啊 这是一个井岩的示意图 就跟那个 就是地下挖美那种差不多 它只是挖岩 我觉得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架起这个木质的这个井架 这是架起这个木质的这个井架 之后人工 人工采架 这是这些 捞具 各种工具 哇塞 瞧瞧这木桩子 啊 九远的年代啊 这个绝对是这个 自贡的一个最大的 特色之一了这个 啊 啊 这是那个过去的那个井岩口 这是出岩的 现在已经 已经不再用了 风起来了 啊 说是这岩 这井能达到1000米 1000米左右 在那个年代 那种工历 工艺还有这个技术 能达到达到这个程度 可以可以可以了 啊 得靠什么 靠多少这种 人工还有这种 各方面的这种支撑才能实现啊 这一套木头家伙 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还能撑多久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早晚的事 因为它 没有永远的可持续性 它这种木质结构嘛 注定了它就不会永远存在 现在是看一眼少一眼吧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旁边吊着大石头 有点意思 瞧瞧这种 他们这种房子这种建筑 还有这种上面这种 房的瓦 房瓦 非常的具有地方特色 这是外边 院子里的一些 这个房子应该也是老房子了 烟像 这个是已经不让游客进住了 已经保护起来了 走近看一看 里边有东西 这个 千米深井 烟像吗 烟像吗 哦 木桩 是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大历17层的墙面 这种前面最结实的 这种前面最结实的 这个石台尖 上面还有 还有一些 一些展示 这是制盐的过程吗 哦 还正在制盐呢 都在有制盐的这个 这个人工现场啊 真不错 太难得了 头一次看 头一次见到 哇塞 这这 全面是够热的啊 全是大热锅 蒸着 抢抢这个房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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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透风的那个房顶 全木头的 也是 这上面挂满了这种盐的那种 痕迹啊 常年每月的新出来 拉近一点 还有这边的好净水 啊 这边的好净水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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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净水 嗯 好净水 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那种 就是不是远离现代工业工业的那种方式方法 是纯人工的 这种做法 刚才参观完了 那个人工现场的制盐过程 觉得挺震撼的 而且自供这盐呢 自古以来就是全国有名 所以一会出门时候 准备买了两袋 在他那个商品售卖部 买两袋盐带着 带回去 刚才看的那个 特别好看的瓦片的那个房子 就是这个制盐的这个大房子 刚才说 那个有一个老者跟我说 他里边那些木头啊 就是支撑那个房梁的这些木头 大建的 好像说上千年有那么有那么长时间吗 几百年可能是有了 反正挺厉害的 木头特硬 刚摸了摸起硬 皮都没了 里边那那个 现在那木头全绳的一个就是木桩 但是那个摸了摸特别硬 也是啊 如果不硬的话 怎么能撑着 在这种环境下撑这么长时间呢 这个里边参观呢 门票是27 在当地来讲 我觉得就比较贵了 因为当地物价相对比较便宜 刚才以为就下面一点点 完了就没有了呢 但是转上来呢 后边上面还有一些 虽然不大吧 但是也是它的其中一部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跟盐有关系的 那有一大盆 大盆上面流水的吧 把盐完之后 怎么样去 给它滤出来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吧 前面还有一个大布喷 这样 看看演出 这山上的建筑 有点跟香港那感觉似的 香港就是喜欢把云彩地少嘛 面积极其稀有 所以把那好多楼 都盖在那个半山腰 这个也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楼的 样子可能比较老旧一点 自贡 这是一个应该也是四线到五线城市 可能比芦州还要小一点 也许应该算五线吧 芦州四线它就应该算五线 一个非常远离是远离闹区 远离那种繁华都市的那种 一个一个 适合居住的一个小城 安逸 一言是安逸 那种田径 田园风光 没有 没有现代化的那种各种污染 还是不错的 下面还有一组雕像 这儿一个大盆 这还有一大盆 过来 往下走 今天这天气比昨天的芦州要热多了 晴天 虽然不是没有那种高温桑拿 但是还是挺热的 稍微一动 那个感觉挺明显 底下有一个池子池塘 下面有两个铁牛 假的 从前面下去 这边一直走 它这种茅草 可能就是为了涂个凉快 过去 像成都有一个杜福草堂 它那个全是用草做的 这个建筑风格特别有点像过去的 三国 三国那种建筑风格那种样子 本身成都就是三国古战场的发生地 为所无 就是四川 不是成都 四川 四川平原 现在阳光被云彩遮住了 稍微好一点 凉快一些 这种公园不错 我喜欢这种环境 这种感觉 小小玲珑的 而且还特别精致 它没有北方那种皇家园林那种大气 好爽 那种大气蓬勃的那种气势 但是它这种 这种气势吧 就是精细 细致 精密 那人询问的这种风格呢 还是挺挺突出的 所以各有各的特点吧 所以各有各的特点吧 所以 来看看这个 这是一位老兄拿着这干嘛呢 哦 牵着两头牛 这有一个宏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工具 哦 我明白了 这个应该是 牛牵着 拉动这个 这个圆的这个转 就是跟那个 驴拉末是那种 把它转之后呢 产生的 产生某些动力 使某些这个 环节 运转起来的 哦 这是一个动力车应该是的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纯木头做成的 哦 是这样 它这是一个整套的一个系统 就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包括制盐呀 晒盐呀 什么的 挖盐 包括最后的一个运输环节 它这都有了 它这是一个整套的一个系统 刚才听蒋姐说 说这个 那个一千多米的那个井 那个岩井是完全是靠人工挖掘出来的 在过去 哇这太厉害了 这个 现在都是靠机器 能挖出几百米上千米 但那时候是靠人工 那怎么挖着的 这得死 这得死多少人啊 好了 这就准备出去了 这已经参观完毕了 一会我去买点盐去 这最后再看一眼吧 下次再来不知何年何月了 也许 近生近世也没有机会了 这都很难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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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